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遣守24,000,只賺保利潤 在未講到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跌了138點 收報2406點 成交有1058億 今天港股有少少偏遠 其實是連續第二天下跌 可以說是近期反彈浪以來 首次出現連續兩天下跌 其實記得上星期四 我在跟大家講視頻的時候 希望恆指衝到24,471點 這是高低腳量度升幅目標 結果恆指是升到過的 看看恆新指數這幅圖 高低腳量度升幅目標是24,471點 在4月15日,即是昨天星期三的時候 最高見過24,603點 到達目標 然後出現煤套 上星期四和之前都這樣說 上升到24,471點 可以逐步減遲 因為覺得上升到差不多 不要一定要吃到盡量 如果你沒有在24,471點 都不要緊 不要減遲 都不要緊 但請你推高指贊位 記得上星期四和大家說 指贊位我會分兩級 第一級在23,800點 第二級是22,800點 如果真的跌穿的話 最好都要減遲、套離 不是建財化水 恆指 目標到了 國企指數 就差一點 但都接近 都可以說 可以要套離 記得和大家說 國企指數在9,800點之上 是可以套離 在4月15日 即是星期三的時候 最高見過9913 距離輪到升風目標9962 非常接近 亦都是開始出現煤套 為何要大家說 要小心 要推高指贊位 以防萬一 最主要原因是 恆新指數 今天首日跌穿了短期上升軌 第一天 不是立即要舞鞋玩劇 走未去到那個地步 不過都是要採取預防措施的 不要到時突然撥一下大跌 大家才會害怕 現在第一天 有機會都是咬上去的 如果咬上去 又不跌穿指贊位的話 你又沒有在2萬4樓上 套離的話 那便繼續拿著 一路看看是否利用可以繼續滾傳上去 如果不是的 你說已經減持了一些 不要緊要減持了一些應該的 因為2萬4樓上可以減持 減持了不要緊要 賣仔 不要緊要減持後 一股心碌碌 不要緊要 不要緊要快又回市 如果再上去,都是逐步再減持 我的看法就是逐步再減持 如果不減持 記住拿著指贊位 這個3月27日高位 大概23800 如果跌穿 就要減持 第一級 第二級 可是 其實高低腳的項線位 就是3月20號的高位 22,800區 如果跌穿的話 就應該減少清貨 不過最近 看看你買什麼股 有很多股走勢都還是很漂亮的 特別我跟大家推薦的 騰訊、阿里巴巴 這幾天全靠他們撐大市 因為今天的市跌 這些股是升的 最近跌的是金融股為主 好像今天 友邦、渣打這些 擔心油價大跌 那些油商 即是新加坡石油交易商 興隆集團 受到財困影響 拖累這些股跌 還有一些金融股 好像雲里金融一樣 跌到三年低位 那些金融股真的好慘 不要緊 我跟大家說不要碰那些 會騰訊 403.6就是高低腳的量度升幅目標 到了 400元樓上是可以減持的 你說我不減持 那不要緊 如果你真的不減持 第一 你的指站位 可以是3月27號高位 大概390元 高位390元 或者你用10天線保障 因為10天線一直上去 會超過390元 作為這個指站位 跌穿10天線就減了 如果最後清貨位 就應該是4月2號低位 4月2號低位 就369.6 你當它370 跌破的話 就應該清了 那未跌破 你說讓利潤滾泉都可以 不過我自己會選擇 400元樓上開始逐步減持 好了 阿里巴巴來說 量度升幅目標是198.4 到了 今天最高見過202.8 最高位收市 很棒 200元樓上應該減持 可以減持 如果不是 又是不肯想減持 還想利潤滾泉的話 可以用10天線保障 跌穿10天線就減了 最後清貨位 這個 我覺得不需要等低 應該用4月1號的高位 大概187.4 187.4 還有一個位 這個位其實我覺得太低 還有一個位 就是這個裂口這個位 就是裂口上升這個位 如果補了這個裂口 收在其下 就是4月9號的高位 191.9 如果收在191.9之下 都應該可以減 除了這兩隻重磅的科技股好之外 其實一大堆科技股都做得很好 美團那些都反彈得不錯 美團低位反彈了三成以上 不過那些都不是破頂股 所以這裂口真的走得強勁 當然是平安好醫生 上個禮拜到 我跟大家說 不過那時候沒有出圖 今天你見到 衝上去100元 大概 99.75元 我也跟大家說 衝上去 不是一定要大家買 不過這些真是強勢 那你見到整個市場 其實回到頭 現在好那些股 物館股 我跟大家說 好像3319 物館股很多都創新高 物館股是一個板塊 另外科網股是一個板塊 最主要都是看好這兩個板塊 你說很多其他股都很好 我知道有很多股 反彈都很多 買不完的 我只看好這些股就夠了 都夠了買 有多少錢 買騰訊阿里巴巴 買都夠了 再找一些科網股 好像平安好醫生 你健康這些 還不夠玩? 夠了玩 不過去到這裏 大家就要小心 如果你有買的話 可以套利的 如果不願套利的話 就用十天線保障 十天線 現在十天線 其實都已經突破了 之前前浪頂的高位 現在差不多一百元 現在八十多元差很遠 如果不用十天線的話 你可以自己畫斜線 不過十天線簡單一點 另外 你健康 這條十天線 還未破前浪頂 剛剛破 這個稍為可以再坐一會 用十天線保障 看看是否可以進一步上升 你不玩得那麼多隻 主要如果你是一個 不是經常看到市的讀者 投資者 不需要你那麼多小的 騰訊阿里巴巴夠了 不過如果你說有些時間 可以看一下 平安好醫生 阿里健康 甚至乎再小一點 這隻微紋 微紋今天都升9% 反彈得不錯 前浪 3月17號低位 跌到3.75 現在上升 5.74 收市 反彈得比較多 不過這隻距離頂 還有一些距離 還有一些水位可以再上升 才聲明這些小股 不要那麼重 如果你是不屬於 偽高人膽大 那類讀者 就不要碰這些小股 因為有很多小股 愛康、春立 這些我在這裡 節目都提過 那些股都比較好些 那為什麼說 上到來 又叫大家要準備要套離 因為剛才說過 恆生指數 開始有少少偏遠的跡象 現在這個位置 彈了那麼多 我在這裡節目 都不止一次說 我當這個 暫時都當它是一個 熊市反彈 我們那時候 就是叫做3月中的時候 叫做買過 有些甜頭 那我又不大貪的 因為這些熊市反彈 你都看到它 仍是一浪低於一浪 雖然這段期間 有少少相似一浪高於一浪 但是 我們就不要那麼大貪 就是不要覺得 市一定轉好 畢竟 海外的疫情 都還未散去 也都 星期五 明天 中國又會公佈 一季度GDP 又不知會不會嚇人 今晚美國公佈的 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又不知會不會嚇人 美國說想五月復工 現在市益炒上去 美股那裏 都彈了很多 但它都彈了五成 跌浪的50% 都彈了很多 可能也需要時間 是時候休息 所以 種種因素之下 我覺得兩萬四由上 可以減遲 甚至乎 如果不願意減 就用這個推高止賺位 去保障自己的利潤 以防萬一 畢竟我們都是熊市 反彈 有得賺 便賺些 好了 時間關係 講到這裡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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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